習慣裡面,它原來也是1,怎麼把它變成說有第一名、第二名 這個地方的話,需要用到一個,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先把這個範圍整個選取起來 從1、2,第二個這個儲存格按序勒鍵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做什麼呢? 常用,裡面有一個叫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說這個規則 如果這個範圍裡面的符合某個規則的話 就做什麼格式 那這邊的話,我們來看一下,設定格式化 這邊新增一個規則 那規則的部分的話,請各位注意一下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呢? 比如說儲存格裡面的值 它如果什麼呢? 小於等於3的時候 有沒有,小於等於3的時候 做什麼格式呢? 設定格式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當儲存格裡面的值 就這裡面的值 如果是小於等於3 為儲的時候 就做什麼? 格式 那我希望格式看到的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類似像這樣子 第幾名 第幾名怎麼做? 各位注意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效果 然後做出來 按格式 那這個格式按下去之後的話 可能切過來 OK,好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的話,這個題目裡面有講 就是這個地方的話 它要我們做出來的這個效果 106 它要我們出現的樣子是什麼呢? 藍色 有沒有 格式化條件 藍色 然後出體 第幾名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藍色的字 所以我們直接把它選藍色的字出體 藍色這個 這是淺藍 旁邊這個 藍色 OK 出體這邊點一下 好,那我們的顏色OK了 出體藍色 第二個的話 再切到數值 數值裡面特別注意喔 通用的預設是這個 它出現的話會是 比如說哪個數字 請你自訂一下 自訂之後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點一下0 0的話表示它原來裡面的數字 在這個0的前面 輸入什麼? 輸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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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0的話表示原來的數字 比如26就26 後面加一個名 好 出現有沒有 D26名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兩個設定完之後 如果原來你沒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是全部都會D幾名 可是我有個格式化條件的話 是當那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才會去格式化這個 OK 按確定 好,有沒有 當什麼? 初生格小於等於3的時候 才格式化 按確定 看一下 有沒有 結果出來了 只有小於3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格式 這裡的話 把重點提示 1、選取 2、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如果已經做過的話 可以管理規則 編輯規則 是的 是這樣 有沒有 給它這個 小於等於3 格式一下 格式的話我做兩個地方 第一個 顏色 粗體跟藍色 數字的話 第幾名 特別是 那其實原來 這個第幾名 那 原來我是沒有加那個 雙引號 不過他蠻聰明的 他會自己幫我加 或者你乾脆自己在 第的前後 明的前後 加雙引號 這樣會比較標準 OK 按確定之後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了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題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你做完之後的話 請各位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 檔名就是106 把它存起來 106 讓他一起去 一鐘 二檄 三檀 三檬 三檬 睡眠 三檬 四檬